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節是大巴深水的環節 今晚我們對著一個萬事打比作客的球場 第一節是文字補充我們在Laurie Hotel集合的球員名單 因為我錄的時候還沒找到 後來錄完才找到,所以文字補充了 這節就跟大家說一下究竟有什麼球員去了Laurie Hotel集合 龍門包括軒仔、Lee Grant和Bishop 即是那位年輕龍門 然後就是雲比薩卡、哈里麥加雅 拜利、年特洛夫、杜安沙比、索爾、泰利斯、威廉斯 然後有費特、馬力、麥湯、布奈奴、福仔、索拉提里 阿瑪、Greenwood、詹姆斯和馬斯耶 所以就有一點爆冷 馬斯耶有份集合 但是卡雲尼就沒有,雲迪碧都沒有 他們倆都不知道是受傷還是什麼情況 我們這些受傷還是樸縮迷離 可能始終蘇斯一直不想說得那麼白 所以我們都是蒙在鼓裡的 儘管看看今晚的職業名單才知道誰行誰不行 好,講一下我的心水陣容 今次我的踢法上都會用上一次 對車仔的概念 就是一個遊走的自由人的三中堅陣式 有一個中堅有一個特別的工作要做 自由遊走的任何區域 但其他的防守球員 希望可以附術自己的區域 龍門軒就不需要談 這次因為迪基還是在做陪月 中堅呢 大家奇怪了 為何會推出連特洛夫泊道安沙比呢 稍後跟大家解釋 所謂的遊走的中堅上一場我就想用道安沙比 但今場我覺得用拜利可能會更加理想 稍後解釋給大家聽這個工作是怎樣 左邊所以右邊魂比沙卡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 懷疑 中間 費特 和麥湯也是我們打強隊 或者真正正要認真防守的 兩個防中 前面攻擊球員只有三個 就是班奴 左邊是馬斯 右邊是詹姆斯 稍後再解釋 讓大家知道為何會推出 首先先說一下防守 因為我們這場防守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曼城的攻擊力 也挺強勁 雖然他入球沒有 去年那麼多 但你見到龍隊的場合 他臨尾當你沒有氣的時候 他會推出多幾顆 所以這場球 氣力是很重要的 為何麥加亞不出呢 就是麥加亞萬一有需要的話 就下半場才出 另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 因為曼城最近都很喜歡用高球 尤其是中堅走上來 頂球 如果我覺得麥加亞在這場 大家依賴了他 但麥加亞的問題就是 他只是一個球員 他只能防守他附近範圍的高球 只要我不要 如果我斬球避掉麥加亞 其他球員頂球就很容易 反過來說 其實我們的防守球員是否不懂得頂球 並不是 不過 感覺上有麥加亞在 大家就依賴了他 沒有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所以 曼城始終沒有一個正中鋒 沒有一個頂得的中鋒 當然 阿古魯如果出的話 其實他也頂得 但他不是大隻的那隻 不是會泵走 蓮特洛夫那隻 所以 我覺得 我們 常鋒的back fall 即是雲比沙卡、梭爾 然後蓮特洛夫和杜安沙比 每個人都要看回他自己負責的範圍 萬成如果有球斬到他負責的範圍的話 他就第一時間要清走他 當然如果可以交給自己的隊友 但就盡量 以清走他為一個 主要目標 如果讓自己的隊友當然給 但不可以的話一定是清走他 所以 杜安沙比和蓮特洛夫 頭鋒都算不錯的 並不是很厲害 不至於現在的弱智 但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克里麥加雅 令大家都依賴了他 所以我反而不出了 希望大家 麻煩你省神一點做回你們應該做的事 當然 這是有少許薄的 但我真的覺得 如果大家的頭鋒真的那麼糟糕 那就不如找人算了 好 接著防線上高 我有一件事我很著重的 就是 大家都覺得 拍了 放在後面就讓他來 但是 我自己覺得這場球 我希望可以做到 打得比較高位一點 高位的防守 就不去到中場那麼高 反而去到自己 的三閘線 起碼 即是後防死球 不要再在後面猜猜猜猜 因為後防在後面猜猜猜猜 第一 我們的後防 雖然現在在後面猜猜猜猜好了 但面對曼城的迫搶 老實說 都是乃野成數很高 與其 我們就起碼把我們的防線推到上三閘線 即是軒仔右 都是大腳 死球都是大腳斬上去 希望 在中場那裏可以拉回 比在後面猜猜猜猜 因為 在後面猜猜猜猜被人逼脫了 就即時輸了 可以這樣說 另外 防線推高一點 不是推到半場 但是推到三閘線 希望 我們中堅和中場的 合作性 會比較大 即是我們中場就已經開始跟他們搶球 希望可以搶走球 當然 搶不搶到球就好看 麥湯、費特和拜利這三個 球員在中場那裏做了多少 鬥著就是 連袖洛夫和 杜朗沙比 然後兩邊就是 索爾和 維比薩卡 萬一 萬一 我們中間 麥湯、費特和拜利搶不到球 被人打快攻 為何我不出麥加亞 就是因為 索爾、連袖洛夫、杜朗沙比和雲比薩卡 在補回後面 萬一我們失敗了 要追回來 他們這四個球員 我自己覺得信心大很多 因為魯麥雖然 他也算是快的 但他只要一個龐大的身軀 他這麼龐大的身軀 而要他這樣跟人們鬥走 經常都很吃虧 雖然連袖洛夫 常常都慘了 但是我也是那句 他很多時候會慘了 因為有麥加亞 每個人都斟著他們 現在沒有麥加亞 是不會斟著他們 如果杜朗沙比和連袖洛夫 受劑壓力比較平均 的話 我想兩個都沒有那麼大 壓力 即是沒有那麼大的 弱點 反而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還有一個拜利 拜利在這個遊走的 中堅的位置上高 為何要找他做? 正正有朋友指出了 现在曼城的其中一个很厉害的打法 这个叫做Inverted Wingback 一般来说 Wingback就像我们的梭尔或云比萨加 overlap了去底线出波 它就是 切入内线 不是切入外线 不是去外面底线出波 而是切入禁区里面的Half Space 拿着好处去射波或者传波 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除了我们的中场要帮手抢截之外 其实对方一拿定了波 他第一个要夹着的就是 有哪边的Wingback 会有机会入攝我们中间 他主要是负责 顶住那个入攝的Wingback 因为曼城很有趣 他是打体系 打体系的好处就是 他们自己的球员 大家都知道大家是怎样 但是始终有一个没那么好处就是 他们的 传播的路径 一定程度上 有一些规矩 或者一些比较可知性 如果我们的 数据团队可以将这些分析到的数据 交给我们的 队员的话 其实 在一些担置的时候 会比较好 还有 我觉得我们后排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球员 最重要是一开始说 自己负责的区域 确定自己做到自己的事 就不要 我说那个back fall 就不要那么容易被人打到要失位 也 唯一要周围保卫的就是拜利 因为他本身又够快 他也是很肯去杀球 所以 我觉得他做这个工作 甚至乎会比杜安沙比更好 反而杜安沙比可能 会定点 就可以看回自己的位置 而拜利呢 反正他有时 他打双中坚 他自己都是走来走去的 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工作 就是 哪里需要人帮 你就去哪里帮手 以及夹着 两个wingback 他们坑西路 或者卡尔沃克 或者谁 谁打wingback 他也是这样打 入涉的时候 就靠你去杀走他们 OK 所以这个就是防守方面的部署 总之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说了这么久 就是千万不要再在后面猜太多 因为 必死无疑 进攻方面 为什么要出马斯耶 不出福仔 或者其他球员呢 第一 卡云尼就没有去集合 九成都不行了 云迪碧也没有 所以我也没有很多选择 那 between 福仔 Greenwood 马斯耶 和詹姆 为什么会出马斯耶呢 第一 福仔和Greenwood 游戏的努力 下半场有需要才出 都未迟 我觉得 上半场为什么要出马斯耶呢 因为 这一场球的进攻方面 我很希望 我们的 前线的 翼的位置 就是翼的位置 真的可以做翼的东西 即是说 当大家都以为 我们的Luke Shaw 或者雲比萨卡 会冲到前面 落底线的时候 第一 这条路径 已经被人看得很通透 大家都知道 第二 无论是雲比萨卡 或者Luke Shaw 上了也好 我们是需要找球员去補他 虽然 如果真的上了的话 我也有拜里帮手補的 在这个阵式上 但是 亦都是 露出了很大的漏洞 所以这一场球 我觉得以后 应该真的 可不可以要求 翼锋 做翼锋 落底线的东西呢 而在落底线 或者 比较少的人 帮手自己 去冲呢 右边的詹姆斯 和左边的 马斯耶 其实 以往的 踢法上来说 应该 挺得心认受 因为马斯耶 你叫他在禁区里扭扭扭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近期 不知道什么东西 都不可以 上半场 我觉得让他试试 为什么呢 如果 我们 亦 亦的球员 例如马斯耶 或者詹姆斯 真的可以 能够住 去到边线 那我们 就会有 所以可以慢慢跟上来 就不用走到 所以或者 云皮沙卡 气来气喘 因为他就去 禁区顶 或者三杂线 那些位置 那里 如果马斯耶 真的落到第一线 而又能够出球的话 变成他的选择 禁区顶 的 所以 班劳 和 譬如我当马斯耶 落了底线 班劳 在中前处 插前 接着 James 看回后面 当然 麦汤和菲特 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都会上去 禁区湖鲁顶 预备射软射 当然麦汤 会比菲特 在这个角色上 右边都一样 我希望两个Wing 真的做回Wing的事 因为 虽然 这些好像很简单 或者很正常发生的事 但在我们 这个上半季 基本上都没什么发生过 如果发生到的话 会不会 我自己觉得 第一 曼城都未必估计到 因为我们整个上半季都不敢踢 第二 其实 你计算 如果我们真是 当James James就是落底线 而云比 昔比 昔时可以回 三集线 禁区顶 而Buno 插入了9号位 差不多 而马斯耶在美处看着 两个防中 有一个可以站在狐狼顶 我们的进攻的球员 其实不是不够 譬如 James下底线 他有 一二三四个传送的选择 其实 以一个进攻来说是足够的 所以完全不是很大问题 当然中间我们如果能做到一些 一二三四个传送的选择 这个 我觉得 是比较高的要求 我不希望他们做不到也不要紧 但是 翼翼 真是落底线 尤其是 他们的 inverted wingback 都是上了来的 我们如果打反击 是不是就可以 运用到他们上了来 翼翼翼的空位呢 因为他们打双中坚 其实他们的保位 都有做的 但是始终 我经常都说 位是有保的 但是 不代表没有漏洞 还有马斯 始终个人技术有 一段时间 如果他真的打得出来的话 James亦都靠速度 希望能冲到底线出球 当然 我们还有两个选择 就是 福仔 Greenwood 甚至乎 Armar 我觉得这场球 如果James要换走的话 够姜的话 应该就是Armar 可以代他位都可以 因为Armar 见他打回 之前的球 他都很适合 做这个 真正的ring的位置 老实说 如果他这半季 有机会出场的话 而又做到一些事情 给我们看的话 他可能明年就有机会 正选 不过现在 言之上早 还有就是 看他几场球 他跟其他球员的合作性 是比我们现在的几个 19、11的 是高的 当然 这个是 教练叫他们 不用了 踢自己的球 还是 他们根本就不听人说了 也要自己扭 这些我真是回答不了大家 大家自行判断 大家已经有心里面有数了 但是 现在就是 我这个 叫做游走的 三中坚 或者伪三中坚 我觉得就是防守那边 希望可以顶得住 而前面那边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偷一粒呢 就要看看我们的球员 把握能力 就像苏斯一查 我在新闻台做了一条片 苏斯一查 觉得重点就是 把握能力 看看他说得对 所以我们的 进攻的选择 由球员就有 但是路数就不多 搞来搞来都是这样 我就很希望 我们的 逆风球员 真是做逆风的 落到底线出波 就是我们下半季 即未来的赛季 的X Factor 这次希望是一个 赈息上的X Factor 不是人的X Factor 这是我的看法 苏斯一查是否这么想 就真是很难说 OK 这次来到这里了 记得 6点前留下你的心水 或者预计阵容 不过不是这条片 是之前那条片 8点后 就会有 和大家分享 大家的心水 留 心水预计阵容 那条片 就唆一做 版面 OK 拜拜 拜拜